三位在地行农黄柏晨 陈丽妍 庄晨汉依序简报 包括从农业生产技术突破 经营管理 创新理念 到智慧农业导入黄柠檬的催手与AI选别等各项议题 市长与青农对谈 交流智慧农业 跨领域其实对于我们未来发展智慧农业 精准农业其实非常重要 谁能够有决心要解决问题 谁能够抢得第一 这样才会有竞争力 透过这样的联谊交流活动 彼此的东西都可以变成彼此的助力 可以大家一起来帮忙高雄市的农业的发展 面对农业人口的高龄化 高雄市农业局表示 自2012年开始将青农返乡纳入高雄市长期政策 截至目前行农培训政策迈入第10年 目前农业局已培训行农700多位 青农500多位 希望能在农业这块注入新力量 现在乌龙的话都高龄化 老龄化 能够吸引一些年轻人加进来农业这一块 也是农业局最主要的目标跟工作 希望说青农也好 青农也好 这批年轻人的加入能够针对我们高雄市 农业这一块能够培训一些生意金 座谈会中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允诺相关政策配套协助 并会持续积极争取中央预算资源 解决农民需求 协助原有行农大联盟伙伴们进行数位转型 技术升级 朝智慧农业发展 共同为台湾农业发展努力 活动在优美的青农年中尾牙草地音乐会中 话下结束 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娟荣 台湾高雄采访报导 好 接下来呢 要看我们扣拍